請妳跟我這樣過 然後加上天然海鹽 因為我好奇 所以我就把它拿起來 真的是血汗 至少它是 向老師 妳好有白老鼠的精神喔 對 我就是很喜歡 然後我就是常常會 然後還有就是皮膚 妳一般妳如果說是 一般的水泡的話 皮膚會皺嘛 可是妳泡硫磺泉泡完以後 妳會覺得 第一個血液循環好 體溫可以維持住 而且不會那麼容易的 讓自己就是皮膚皺 而且我覺得泡好的溫泉 當天晚上妳會覺得 很好睡 對 就是好舒服對不對 那個汗好像出透了 這個溶碗皺 有沒有 就是這樣 流氓泉 它就是這個顏色 是 它是這個顏色 是 然後那個現場都有聞到那個味道 我們在外面買那個溫泉包 它有各種口味跟成分 口味 對 它的顏色 你們有泡過買那種 有啊 這邊有一包 這種是鹽 裡面是鹽 不是溫泉包 等一下 都是假的 它怎麼可能把溫泉濃縮了 都沒有 它就是這樣子 它其實裡面都是有 你各種顏色 你不要告訴我 還有硫磺香精喔 什麼都香精 硫磺是硫磺粉加進去 硫磺粉 有 硫磺粉 你現在看它就有一些 那個粉狀是不是 對 沉澱的 但有很多是假的 對 很多 我就全部那這樣 一桿子打翻一條狀 對 我說大概 大部分 那最主要它加了 所謂香精跟色素 這兩個 所以你看它 它上面都會寫色素 黃色 紅色 這些色素下去 然後有硫磺泉的 它會加硫磺粉加下去 就當它味道對 對 號稱會美人湯的碳酸泉 它其實就是 剛剛我提到的 一個就是蘇打跟鹽巴 然後加點色素 那個色素 萬一我們很愛泡 每天泡一個硫磺泉 有顏色的泡到最後 芒果烤味黃的 泡味我們自己起來就 其實還好 色素泡多了會怎麼樣嗎 因為如果 這個價格太便宜的色素 我們就一般來講 我們實用的 有實用級的色素 工業級有工業級的色素 對 如果它用了便宜的工業級色素 其實對身體是很不好的 對皮膚是很傷害的 除了泡溫泉 泡澡以外 還有一個是泡腳 泡腳也會覺得身體很暖和 很暖 末梢神經 腳很暖四年 對 常講 對 而且腳底 各種穴道寄居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陳醫師 這個泡腳 有沒有什麼泡腳包之類的 對啊 其實泡溫泉 全身脫光光下去泡 大家比較會有一些顧忌 一些感染性的問題 泡腳的話 對 所以只要把襪子脫掉 就可以泡腳了 我們泡腳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選用一些比較 心溫香喘的一些材料來做 對 剛剛的暖暖包有點類似 其實跟剛剛那個乳包不太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嗎 它還有多加一個花椒 多加一個桑枝 桑枝它可以通到我們四肢的靜脈來 對 那加花椒的話 它有一些比較大嘛 有一些精油 它對你那些熱氣 然後對一些藥材 要穿到身體裡面 有帶動的作用 所以這樣的藥材要煮十分鐘 對 我是建議先放到 大概1000cc的水裡面去煮十分鐘 對 那煮完以後 再把這些熱水倒到臉盆裡面去 連同那個藥包一起倒進去 對 然後再加適量的冷水 到溫度可以了 就可以開始泡了 所以它功用你看 發汗 散寒 對不對 對 對很多女性朋友四肢容易冰冷 這個是最好的 對 泡這個最好的 你要說泡腳 好像除了你腳底以外 最好是泡到小腿是不是 對 可以泡到小腿 小腿啊 膝蓋以下這裡對不對 小腿前身外面有個重要的穴位 叫 那有句話叫 三里糾不絕 一切災並行 對 對 不要一些熱力給它的話 一些疾病都可以自然就解除了 所以反而泡高一點比較好 泡高一點比較好 不過有人說泡腳的時候 還可以加強版本啊 你如果家裡面有像那個什麼 高爾夫球這種可以存在 是 可以在裡面踩 按摩啊 對 超級按摩 是 像很多的 他們有一種泡腳筒 就是剛好它的水深 可以到小腿這邊 然後裡面就可以放球在裡面踩 那這個對腳 特別是腳的腳掌的這個部分 有很好的刺激作用 怎麼吃才健康呢 像這個姜母鴨是很大宗對不對 對啊 現在很多人喜歡吃 他到底是在補什麼 還沒有什麼人有禁忌的 因為以前要進補的話 是因為以前吃的肉比較少嘛 對 所以以前在補的話 是補蛋白質 對 一年到東來 才有辦法吃到一隻雞腿 那現在因為幾乎每餐都有肉 對啊 所以補的話要特別注意 尤其現在生活緊張 有些人熬夜的話 那大家就會問說 我是什麼體質 我到底怎麼補 對 一般東靈進補的話 都是溫補嘛 所以比較靜忌的體質 大概就是 照熱性的體質 要怎麼分辨自己是不是 照熱性的體質 第一個要看會不會 有些人很容易口渴的 再來第二個 喝了水能不能解渴 對 有些人喝了水 可以解渴 但是一下子就渴了 有一種類型的人 是喝了水不能解渴 對 對 所以如果照熱體質的人 會喜歡喝水 第二個 喝水暫時可以解渴 但是小便很少 要注意一下小便 對 有些人小便比較黃 然後他舌頭伸出來很紅 很紅 對 會比較紅一點 那這一類人就是都不能補 對 這類型的人 盡量不要補得太糟熱 不要太溫補 對 像溫補的話 你說姜母鴨 鴨有分 比較熱的鴨 比較寒的鴨 還有什麼 因為以分潮跟綱木來講的話 鴨是屬於比較寒的毒 對 因為以前的鴨子長在水 生活在水邊 以前的鴨子 現在鴨子不長在水邊嗎 它有一種是翻鴨 翻鴨長在陸地上的 翻鴨就比較熱一點 翻鴨比較熱嗎 水鴨的話會比較清涼一點點 對 所以你說要吃姜母鴨 你可以吃水邊的鴨 去問老闆說你的鴨子從哪來的 市場的鴨子大概都隨便的鴨 但你說特別要買翻鴨 才會是陸地上的鴨 我可以吃姜母鴨的同時 因為怕燥熱旁邊 放一個冰的殼的冰的飲料 冰的飲料冰冰冰冰的 之前的新聞才說 有一個小姐喝了好多啤酒 結果反正一下又姜母鴨 一下又喝啤酒又太寒 對 這樣可能肚子痛 整個身體都失調了 對 身體會失調 那羊肉爐呢 羊肉爐的話 其實羊肉也是屬於 對 羊肉爐你要看你 對 一般都會放一些 比較溫的藥 那你說如果想要吃羊肉爐 你可以用當歸 生薑羊肉這個就好 那燒酒雞呢 我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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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台灣有太多太好的毒 但是千篇余慮的 不管吃的是什麼 它應該都是比較 屬於有點偏燥熱一點的 對 比較偏溫的藥在裡面 所以要看自己的體質 到底燥不燥熱 對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你有感冒的時候 喉嚨痛 所以現在不能補 當然不行 對 那還有一種就是 你有一些慢性疾病 高血壓 你都注意人生不可以吃 然後如果有子宮肌瘤的人 單位也要注意 所以可不可以補一些 比較溫和的呢 當然 不過那個就是要挑 有溫和的這樣 小老師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推薦的是叫 這個養生鍋 它可以補哦 對 實際上它是非常的 健康的 因為剛剛我們中醫師 也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要顧慮自己的體質 不管是薑啊 或者這些都會比較燥熱 所以呢 以這個100cc的這個 無糖豆漿做鍋底 現在其實大概吃 豆漿喔 對 豆漿就有很好的蛋白質 然後呢 這個是味噌 味噌 有些人如果家裡有小孩 你還是希望有一點補 這是白胡椒粒 對 白胡椒粒 是 然後呢 它就可以暖胃 然後呢 我們當然很重要的就是這個 白蘿蔔 對 蘿蔔條 有一句話就是民間的這種保養 就說 冬吃蘿蔔 夏吃薑 所以冬天呢 我們就以蘿蔔 順產的季節喔 冬吃蘿蔔 對 那蘿蔔什麼時候吃呢 就是晚上吃 這要煮多久 實際上 你只要鍋底豆漿 你把它放了這個白胡椒粒 把它一煮開了之後 稍微關小火 然後讓它稍微再十分鐘就好 剛才那個豆漿 我的份量好像講錯 應該是1000CC 因為家裡人多 100不夠 OK 對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味噌呢 因為它有鹹味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從一個茶匙開始 真的不錯耶 因為其實白胡椒粒很棒 可不可以用那個布袋先幫你 我覺得可以 因為我一口就咬到那個 我也咬到白胡椒粒 就是因為它很像鹹豆腐腦 有沒有 鹹豆腐腦的味道 因為我們可以把這個白胡椒粒包起來 而且這個白胡椒粒的份量 也可以依據我們家人吃辣的狀況 或有孩子的狀況 但是你一喝整個胃是暖 你就全身都舒服了 那這個裡面 你有沒有吃出來 我還沒有調味喔 我沒有鹽巴耶 哦 味噌的鹹對不對 是 所以因為像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我是稱呼它是養生鍋 就變成不管是長輩啦 孩子甚至我們媽媽們都可以吃 先生也不會覺得燥熱 因為它所有的東西都是很安全的食材 這都是食材 是 所以老師呢 是善用這些食材裡面的營養成分 把它組合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對不對 對 這個很好 所以這一鍋 我們可以今年冬天 從頭吃到尾 你也不會招惹 不會上火 對 謝謝蕭老師 謝謝 好 所以我們在冬天到的時候 很多人 怕冷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東西來保暖 甚至要出去泡湯在家裡 DIY多好 安全 衛生一定要注意好 對 今天教了大家很多的配包 謝謝你們分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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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段時間去捨立 請你跟我進步 拜拜 家亂到上被炸彈炸過 老公還裝蝦 我真的是有快抓狂了啦 因為我們家真的是地板 沒有一天是乾淨的 就有一個腐爛的熱狗 之前還會有老鼠在 像我跟我老公也是 因為你說我來 我來弄 可是等他弄到家裡 都已經是一堆灰塵了 對 根本不可能弄什麼都弄 對 真的 老公你也幫幫忙 明天晚上八點 吉米跟我這樣過